大家好 我是陳唐山 中國虛擬破壞區域和平的一種危險作為 不斷激起周邊國家的危機意識 日本首相他強調 要在五年內徹底強化國防 五年內 明年之後國防預算 更是高達5.6兆日圓的新紀錄 這是一個新的紀錄 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動向 就是美國國務院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美日韓三個國家美日韓 定期討論的議題 那就在前幾天 三個國家的國安首長 也在夏威夷進行會談 可見中國的作為 已經牽動地緣政治的發展速度 今天我之所以會說 牽動地緣政治的發展速度 就是因為美國跟日本、韓國 它分別有共同防疫的條約義務 而且美日韓都擁有相同價值的民旨國家 應該會比較容易溝通 很可惜的就是 雖然存在一種合作的條件跟需要 韓國跟日本卻卡在歷史的問題 讓三個國家的防衛合作 現在一個停止的一種狀態 都上面進步 不過因為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 韓國新政府也會衡量 合作的一種重要性 開始展現新的一個思維 所以這個韓國總統 剛上任不久 銀旭在五月上台 他雖然外交路線還沒有定型 可是正在形塑自己的外交風格 也許再過一段時間之後 日韓關係就可以慢慢走出一個 文在寅時代的一種僵局 那我在這裡就舉幾個例子 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首先 銀旭於 就此當天他接見這個美國代表之後 他馬上就跟日本外相見面 兩國都同意盡快改善關係 6月11號這個美日韓 三國外長在新加坡 進行第一次的這個面對面會談 那聯合聲明除了譴責北韓 發射這個會彈之外 更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日韓也要開始訓練 中段五年的訓息分享 重建防衛合作的信賴關係 那接下來的6月29日 美日韓領袖在北約峰會的這個長編 幾前五年來第一次三方的會談 那三國都同意 加強安全保障的合作 而且這個總統這個銀旭於 在用人方面也表現出 改善關係的一個正面態度 那首先他任用 留學日本的這個不勝 他出任這個外交部長 那新外長一上任 就說要解決日韓之間的一個歷史問題 另外韓國新任至日本大使 雲德敏也是留學日本的所謂知日派 我們從這裡面可以看出 銀旭於政權處理日韓關係的一個基本方向 還有韓中關係的微妙互動 也值得我們的觀察 那就是中韓兩個國家的外長 在建交三十年的八月二十四日 他們見面了 那中國外長王毅他說 三十二立 三十幾立 那有趣的是韓國外長普正 也用空之話來回應 他說君子何而不同 何或其不懂 韓國的意思就是很清楚 他說就希望大家和平相處 但不會完全同意中國的所作所為 我們觀察這四個月來這個情勢發展 日韓關係從銀旭於上台之後 就開始產生一種煩悶的變化 不過修復這個關係 我們都知道需要逐漸累積複信 畢竟過去五年來 兩國關係幾乎進入這個冷凍期 那文在寅政府本來還想終止 所謂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他們叫GISOMIA 後來在美國的呼籲之下獲得 這個展演 但是也沒有什麼作用 那這種情況對於 急需加強這個 為何加強這個防衛合作的 美日韓三國來講都不是好的現象 那加上韓國高度依賴中國的經濟 如果期待韓國在短期間裡面做出調整 恐怕也不太容易 那不過我們話說回來 目前印太地區最危險的國家當然就是中國 那因為它正在威脅民族法制的一個國際秩序 如果美日韓三國能夠團結合作 就會形成一股非常強大的制衡的力量 我們真心來期待韓國跟日本可以早日發覺他們的旗艦 來共同搬連維護東亞和平的穩定力量 那今天再次謝謝大家